萤火虫逐漸陷踪了 吸引不少民眾外出露營 料飯店業者也秀到了這股商機 特地加寬露營相關商品的貴位 還有業者推出了露營套組 兩天一夜的露營用具 花費不到2500元 四隻腳固定好 再朝中心點往上一推 不到30秒 一座五人帳篷就這樣完成了 看穿天氣逐漸穩定 料飯店業者把握時機 趕緊把入口處的貴位做調整 各是張篷睡袋板一排 搶攻露營商機 旅遊相關商品的部分 在賣場本來的占比 大概在不到一成的部分 但我們現在在非食品的這一塊 我們希望可以占到 將近一成五到兩成以上 比去年天氣好一點 所以是有比較提早 免裝備的露營團 這個月就會在新店文山農場 舉行一個營火蟲祭 除了台北網路上票選的熱門 露營景點還有新竹的櫻花谷 台中武林農場 南投福壽山等等 另一家兩飯店業者 則是推出這種平價套餐組合 帳篷打瓦斯爐 稅袋銅菌椅全部加起來 不到兩千五 就可能有空的時候 才會想要去做露營 應該兩天一夜或三天兩夜 今年我們露營的相關商品促銷 又比往年提早兩週以上 一年去露營的支度 可能才三次以下 所以我們這次主工 就是入門款的相關的配件 其他周邊商品 像是冰桶烤肉用具等等 也連帶熱銷 趁著好天氣報導 業者拼業績也是拼得下下角 九盤內容周一碟台北報導 第五中央 兩邊商品 兩邊商品